在0-360那裏 留意這次的範圍後面是沒有等好的 cos2次-sinx等於1有多少個根 我們記得現在2次和1次 大家的三個比是不同的 我們就要轉的了 記住我們一定是2次就1次那個 所以我們今天的目標應該是要把cos轉為sin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轉呢 就是用這條橫等式 就是sin2次加cos2次是等於1 所以我們的cos2次其實你就調一調位 它可以變成為1-sin2次 我們代入這條顏色那裏的話 你就會有1-sin2次 再減sinx等於1 你看到兩邊的1就弱了 然後你就可以調一調位 慢點寫的話就是-sin2次x-sinx等於0 然後你調一調位你就會有-sin2次x等於sinx 然後你可以弱了sinx 你就會剩下-sin1 但留意你弱的東西有機會等於0 所以你要加一個情況就是-sinx等於0 那左邊先你會有-sinx等於-1 右邊那個就是-sinx等於0 然後我們就畫回-sin在0-360度的那幅圖 就是這樣的 這裡0到這裡就是360度 所以這就是-sinx等於1 記住因為-sinx的最小值就是-1 所以-1就是這裡 對啦 這是-1 所以有多少個根呢 就應該只有一個 如果是-1的話 到0了 我們看見應該有1 2 3 對不對 因為剛剛說過 今天我們360是拿不到的 所以最後這個拿不到 所以最終我們應該只有3個根 所以答案就會是BOY來的 我參燙囉 那么無情理他這樣出滅 要不要ぅ-3 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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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怡嘻 感谢观看